带您来聚焦党政焦点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副手搭档 驻美代表萧美琴 在今天已经抵台数值 即将在下午要正式亮相 与赖清德搭档参选正副总统 萧美琴也确定是请私获准了 而大选登记的首日 赖清德在上午先回房家乡新北 陪同党籍立委选将们登记 喊出新北队12席全雷达 有我们的赖主席授予求报 我们强棒出击 强棒出击2024大选登记第一天 赖清德回房家乡新北 率领民进党新北市立委选将们大团结 我特别回到新北 陪同民进党所提名的 12期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共同登记 让我们大家再团结一次 让新北赢 让总统当选 让立法委员开出红盘 国会会过半 台湾自然就会赢 跨山台湾队长带领民主大联盟 新北市12位明星球员要回出 全雷达通通送进国会 这次民进党所推荐的候选人 是秉持民主大联盟 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的精神来提名 民进党希望 能够结合台湾社会 最大的民主力量 共同承担台湾历史性的责任 民进党在新北市 所提名的12席立委候选人 完全符合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新人参选拼身事也有亮点 直接穿上防弹背心来登记 我们的选区 新电石定屋来深坑平林 一直长期都被黑金黑道来把持 这件事情八年来都没有改变 登记参选首日 从赖清德老家新北队出发 年轻轻壮跨世代集结 聘国会过伴 先日轩萧瑞生新北市报道